一下即立刻摘下墨鏡和口罩 美國總統拜登終於抵達韓國 他陷害韓美政策協議 代表團團長蒲振 以及接見代表團一一握手問號 隨即上車準備開始參訪行程 這是拜登就任以來首度亞洲行 有別於過去 美國總統的亞洲行第一站先到日本 拜登卻是罕見的先訪韓國 為什麼 安全的半導體 以及跟網資通訊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供應鏈 所以會首先選韓國 李錫悅總統他自己 就在他最近所提出來的 110項國政的課題之中 有特別提到的一個 他要把過去韓美的軍事同盟關係 升級到全球的同盟關係 就是在各式的隱形域上面 要跟美國有更多的合作 那美國當然也是有看到這一點 那所以給予更多的肯定 這個肯定承載著大大的善意 因為這是美國元首 近二十九年來 首度在韓國新總統就任後 先行來訪 也是韓國歷屆新政府成立後 美韓最迅速的一次領導人會談 拜登頂達韓國的第一站 就前往三星場區 顯見對半導體合作的高度重視 但外界也猜測要強化美韓同盟 除了經濟 哪軍事呢 美國會不會趁一個 極度親美的總統上臺 擴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 這難道不會成為中韓關係 接下來的暴風炎嗎 那究竟還要談什麼 對於中國如果說有一個比較機動性的 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 這樣的一個外交動作 或是軍事動作的話 我想這個都會不利於 這個韓中之間的關係 那所以這個薩德這個議題 看起來並沒有被擺在 並沒有被韓國設定為這次想要跟美國談的議題 那究竟還要談什麼 拜登此行最主要是為了啟動 由美國主導 包含在印太戰略中的IPEF 印太經濟架構 內容從制定數位經濟規則 到確保供應鏈安全有韌性 還有能源管理轉型 以及勞動標準和基礎建設等 韓國日本先前已經釋放加入的意願 拜登也將會在訪問日本期間 在東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共同宣布啟動IPEF 除了韓國和日本 另外還包括澳洲 紐西蘭以及菲律賓和新加坡 也都有加入IPEF的意願 但至於其他東協國家呢 這個由美國主導的新經濟圈 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對抗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但IPEF的具體細節究竟為何 其實內容也還模糊不清 臺灣的角色又在哪 爭取納入IPEF首輪合作名單的可能性高嗎 他是一個協定還是四個協定 還是他是兩個是協定 兩個不是協定 大家都不清楚 美國也到目前為止沒有講清楚過 我是四個方案 四個議題都需要參加 還是我可以用類似點套餐的方式 我只要參加公共鑌韌性 跟這個貿易變結化 我不要參加勞工標準 跟基礎建設 這些其實都還是模糊的 若臺灣能加入IPEF 當然有加分效果 但如果不行 在日韓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 印太經濟架構下 臺灣就得思考 產業和供應鏈可能將受到什麼衝擊